我先说一下我今天干什么了 我起来以后先写作业出去跑了一个步 然后买咖啡 回来以后就是录制我一个很短的一个视频室提交的一个 目前是个小秘密 就是我最近发现没有新的饮料 是由食物自然发酱 它今天有一点点酒精 但是对身体很好 我想说早上的时候一定会喝咖啡 这样子我的工作效率会被提高 起来以后就是喝拿铁嘛 然后还是挺饿的 然后准备吃一个鸡蛋啦 一杯奶茶和一个抹茶拿铁 我现在准备出门跑步了 然后现在正在穿鞋子 等一下见啦 我现在已经跑完准备回家了 买了一杯美食 也许我不负悠 但比谁都正确 冲爆被哭下 陪伴那个夜深 就是这么大的 你也许我不负悠 我在你 我爱你 我爱你 这次的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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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我是甜一霹雳蛋 这是我的一个小型开箱视频 我先说一下我今天干什么了 我起来以后先写作业 出去跑了一个步 然后买咖啡 回来以后就是录制我一个很短的一个视频 是提交的一个 目前是个小秘密 然后现在就是来录制这个开箱视频 现在已经是五点左右了 然后今天主要开的是加拿大鹅 我前上周末和一个韩国同学 我们两个人去SOHO那边买的 就是我认为像这种冬天保暖性的东西 一定一定要去店里面试 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因为首先它一定要包裹性 真的是符合你的这个身形 你才它才是防寒的 不然它再贵再好的衣服 如果说像我上一个红色的鹅的话 就是太大了买的 然后就感觉那个风你知道吗 从下面往上面就感觉你明明是垮了一座山在身上 但是一点都不保暖 然后这一次呢我就就去了 而且你去之前的时候穿的衣服也是要多思考一下 我是里面穿了很薄的那种开衫 然后又穿了一个那种很大的那种冒衫 因为我是想的就是说之后的话我肯定就是说里面会穿的很薄 或者也有的时候我可能里面会穿的很厚 这两种情况下我都希望我这一件外套 它首先是可以包裹住我的 其次呢它也是美观 而且就是说不会漏风的 然后第二个原因你一定要去店里试 就是说它的样式 我去之前的时候 我是在手机上备忘录里面截图了两件鹅 我本来是想的试一下这两件看哪一件喜欢 但是我去了以后发现 首先它是面料不是我喜欢的 很容易脏也容易受损 就是不那么经久耐磨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上身以后我肩膀比较窄 然后那两个鹅的话就是它是新款 肩膀很窄 然后显得我整个人的比例失调 所以说我又入了一个件 之前我那一个加拿大鹅同样的款式 就是说不同的颜色 我最后在买颜色的时候 在黑色和红色纠结了特别久 在黑色和白色纠结了特别久 因为黑色是很带脏的 但是我个人我很喜欢穿白颜色 我觉得我穿白色会很好看 那我们就一起来拆一下看一下吧 看它上身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我非常喜欢的 然后尺码也刚好 然后它后面有一个收腰的设计 这个是男款和女款的区别 我当然也试男款了 男款肩膀更宽一点 但是后面没有那个收腰 虽然说还是女款的更好 我建议大家都去店里面自己试一下 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 我刚刚去买了点山拉 然后准备在学校这个 外面草坪上的一个 共享吃饭地方吃一下 因为我今天特别想吃三分钟 所以说我就去了这家Market 它那个超市 我这个从家里带来咖啡 我超喜欢吃这个 然后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我今天去那点的时候 我那个人好像有点不高兴 他就给我说 这个叫什么是不是 但是我还是给忘了 为什么呢 我还是给忘了 说什么 我还是给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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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说你的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